Hello,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返产一解说,我是孙倩林 今天为大家带来新加坡返产2020的新项目解说系列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叫做Copper的项目 Copper它是新加坡的中心地带最核心地9区 如果说是不知道新加坡的油区是怎么分布 它中心在哪里,可以去参考我的新加坡的油区介绍的专题 去参考一下 第9区,这样子说吧,就是最中心最核心的地方 它是位于乌节路大概一站地铁的 一个叫做Luton,Luton就是刘顿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我是觉得说这个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因为上一期我们介绍的The M,对不对 群众的这个眼光是雪亮的 同样的这个热脉的感觉又来了 我感觉Copper会是另外一个热卖的项目 同样也是因为它的几大因素 地点好,然后总额可以让人接受 是很多平常的新加坡人可以在新加坡最好的区 第9区拥有的一间房子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就第一 刘顿地区的话呢,它那个地点呢,是在刘顿地铁五分钟走路的地方 然后它在这个刘顿副center,就是刘顿熟食中心的边上 这个刘顿Sircle这个食物的中心非常非常有名啊 一般的餐馆不是10点钟晚上就关门了吗 但是你如果想去烧夜,然后随便找一家都很好吃这个地方 那一定是刘顿Sircle,因为它半夜都开到半夜的 然后你要吃辣椒螃蟹啊,烧烤啊,那边全部都有鱼饮尽全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就我有一些客户朋友,下飞机了肚子饿了,对吗 哇,直接就被新加坡本地的司机介绍到那个地方去吃了宵夜才回家的 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接地气的地方 所以Newton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 我们介绍的这个项目Couple呢 是位于大概五分钟车前就到乌节路最中心的位置 爱亚那个位置,然后或者是一站地铁就到爱亚那个位置 所以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如果是超近路的话,九分钟就到另外一个叫罗维纳地铁 那边有三厂叫Unitas Club 那边有很多小孩子的这个卖衣服的啦,补习中心啦,都集中在那里 另外一个三厂叫Velo City也是在罗维纳离他一站路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未来也有发展啊 就是罗维纳那边呢 它会是未来的一个高端一点的这个区域性的医疗中心 也就是印尼人啊,外国人有一些比较比较high nervous一点啊 比较有钱人啊,他们想来享受世界级啊 前三的医疗的待遇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整个医院就集中在那一部分 所以这个未来来说是很大发展的 因为那外国来的医生啊,这个工作人士啊,他需要有住的地方嘛 他就是带动那一区的这个房价啊,所以呢,他实际上啊,我总结的 就是说他跟我们二月份开盘的The M一天内卖了70%的这个盘呢 有点相似之处 那就是六个字啊,地点好 啊,地点好 啊,总价呢,如果它是我估计啊,如果它是135人民币一平米或者以下的话一定会大卖 所以呢,我们根据它的地价,加上它的建筑成本,加上发展商赚一个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来说的话 它应该会卖到大概两千三左右 啊,所以呢,这个我是比较觉得说是比较看好的一个楼盘 啊,大概介绍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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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